走入深圳一个农业科普基地 放眼望近去 是一片生机和繁忙的景象 在番茄种植区 绿色的曼藤已经爬满枝架 大量红黄青色的果实挂满枝头 纳柱式种植器上的草莓 也是逐渐成熟 平日比较少见到的 黑色水果辣椒等 都可以在这里见得到 在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 楼顶农场里一排枝叶繁茂的水果黄瓜 正在生长 近期水果迎来了采收柜 部分成熟的果实 已经被师生采摘下来带回家 这个蔬菜是我们自己种自己收 一个月之后收获的成果 我们自己吃上了我们自己的果实 也让同学们感觉到很多成就感 我们也是很清楚 很细致地观察到 他们具体长成的样子 这样也丰富了我们生活的堂食 种类也非常丰富 它的形状也是非常多样 利用有限空间打造低碳环保的 特色微农业 目前有农业科技企业 已经形成一套完整全自动化 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楼顶种植技术方案 这些天空农场种植的水果 蔬菜全部都是运用了 无土栽培技术和智能化产品 结合传统的微滴罐和深液流技术 通过机箱自动调配水和营养液的比例 泵送到每一个定值栏 令到农作物快速生长 彻底解决了传统的楼面种植的沉重 高温 高湿 渗水等一系列难题 我们整个的技术体系的话 是非常好地解决了 在城市里面 在楼顶这种闲置的空间 规模化的种植的这么一个难题 目前天空农场项目 已经推广至近100间学校 和30几家酒店 养老院 社区等 在美化绿化楼顶的同时 为农业科普 劳动实践 节能减排 悠闲娱乐等提供技术和载体支撑